这个小和尚将铜钱塞进树缝 等村民在一旁路过时 小和尚假装砍树 石温前震落在地被路人捡起 村民得知砍树就可以捡钱 一把抢过和尚手中的斧头 他们也想趁机挣点外快 小和尚嘴里说着不行 双手却自觉地打开背楼 亮出事先准备好的十把斧头 斧头被一下抢空 村民开始卖力地砍树 小和尚紧用一个铜板 就骗大火帮他砍一百斤木头 他高兴地回去找方丈交差 但方丈一眼便看出 这一百斤木头肯定不是他砍的 在问清楚来龙去卖后 便罚他下山化缘 此时皇上微服私房 路边的一个杂技团正在挥洒汗水 只因他随意瞥了一眼 就被对方索要打赏 看完不给钱了 给钱 我们只是路过这 路过也是看见了 看了就得给钱 皇上怒斥他们太霸道了 小伙听完后 竟然想要对皇上动手 就在这时 小和尚推开吃瓜群众挤了进来 你也是的 看起不给钱 被人要钱活该 不要太生气啊 来 先吃块饼 哎 好吃啊 bro 嗯 你干嘛 三十五文钱 多谢了 为什么给你钱啊 你闻过我这饼啊 来来来 我是吴宜忠闻到的 我给你钱的 为什么 这就不用给了 这就不用给了 当然不给钱啊 那人家走路 吴宜忠看见你卖艺 你要人家给钱 啊 几人自知理亏 只好灰溜溜离开 为了表示谢意 皇上主动邀请小和尚吃饭 两人刚走进饭店 多少分 多少分 你说多少分 八分 你少见美女 顶不值七分 我满分是 一百分 两人推杯宋展间 就成了忘年之交 当他问起小和尚来历时 小弟就是家业寺第一聪明人 神神气气神神气气的不懂老师 皇上看他自称第一聪明人 便要出谜语考考他 小和尚说要来十个才够过瘾 李大爷屋里有十只蜡烛 先被风吹灭了两只 后来又被吹灭了一只 李大爷把窗户关了起来 你想想 还有几只蜡 小和尚说有七只 竟然回答错误 为了扳回一局 小和尚也出了一个谜语 有个大夫带了个小孩子去吃饭 他说这个是我儿子 可是小爱说这个不是我爹 为什么 屏幕前的你知道这两个谜语的答案吗